罗佛东甲今天早上发生轿车失控冲入反方向车道 猛撞托格罗里的致命车祸 这起意外也导致一对好友命丧虎口 东甲警示主任罗斯兰证实 死亡车祸今早7点05分 发生在麻坡往西加末路 第39.3公里处靠近沙义新村 轿车司机怀疑是打瞌睡一时晃神 失控冲进了对面的车道 迎面而来的托格罗里闪避不及和轿车相撞 轿车严重损毁形成一堆废铁 罗里的车头也损坏 25岁的轿车司机和24岁的乘客加闭车内 校正人员花了一段时间才把两人移出车外 至于37岁的罗里司机则没有受伤 轿车司机生前在单容马林苏丹伊的利斯教育大学就读 而轿车的乘客则是在马来西亚登加楼大学就读 两人是好朋友 两人的遗体已经在西加末入土为安 千万千万, 我想象的选侠 一人家的力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